谁说王曼玉有涉恐啊 你看他回答的问题十分得体啊 WTT法兰克福冠军赛 王曼玉4比1击败了陈庆彤 闯进了女单决赛 王曼玉是在第一局失利的情况下 连拌四局取得了胜利 赢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比赛呢本身没什么可说的 有意思的是赛后在那场采访 记者问了两个问题比较另类 第一个问题是 去年也是进入了法兰克福决赛 但没有夺冠 记者问曼玉 今年你进决赛了 能不能赢呢 面对这样的问题啊 曼玉先是迟疑了一下 然后马上回答 但他回答的内容也是挺有意思 他绕开了记者的提问 直接说了 再次来到法兰克福比赛 无论是赛场还是现场的观众 都让他非常舒服 这个回答呀很有意思 你问你的 我说我的 主打一个 谁也被影响谁 记者紧接着提了第二个问题 说你想让媒体和球迷 关注你多一些 还是放在其他球员身上多一些呢 面对这个莫名其妙的问题啊 王曼玉先是让对方重复了一遍 然后开始了回答 曼玉说 乒乓球这个项目 如果让更多的人 去认识全世界的乒乓球选手 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曼玉同时表示 会做好自己 同时呢 他希望乒乓球这个项目 做的越来越好 总结王曼玉的两个回答呀 就是非常得体 不卑不亢 而且曼玉十分聪明 当遇到不太好回答的问题时 他只说自己就行了 看起来王曼玉根本不像大家说的那样 设恐 反而很会回答问题 其实曼玉还是一个十分性情的球员 记得曾经有一场女双比赛 当时王曼玉和陈梦被观众席上的闪光灯干扰 俩人呢直接来到场边找球迷理论 平时看起来快言快语的陈梦 在那个时候呢 却一直语塞 说不出来话 而王曼玉作为东北姑娘 语言十分洗礼 直接揪出了开闪光灯的造势者 而在巴黎奥运会之后的一次采访中呢 王曼玉也直言 希望省队能给予更多的体能方面的支持 个人看来 这就是球迷喜欢王曼玉的原因 不光在球场上大杀四方 在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能找到闪光之处 在面对一些问题时 王曼玉的表达很直率 开诚不公 有什么说什么 不藏着掖着的 就像指认开闪光灯的球迷一样 是你就是你 别看别人 非常的可爱 但到了一些关键场合 尤其是像在法兰克福这样的国外比赛地 王曼玉的发言则谨慎了很多 因为他清楚啊 自己的每一句话都代表着国平 哪些话该说 哪些话不该说 有些话能说得清 有些话说不清楚 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说呢 王曼玉拎得清 这不是怕事 而是一个成熟的国平救援 应该有的素质 您说呢 无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完成了 完成了